社會教練來看看這名羅姓男子用網路行銷當場掩護 他夥同共犯申辦了大量行動電話的門號 再轉賣給中國大陸的詐騙集團 讓他們利用這些人同門號到網拍來詐騙台灣的被害人 犯罪所得超過1300萬元 一審法官依照違反個資法以及洗錢防治法等38罪 重判主席羅姓男子11年4個月有期徒刑 破門攻堅大型機房裡一整排這種中國俗稱貓池的網路通信設備 紅頭髮羅姓祖先悠哉悠哉的接受警方偵訊 初步調查羅姓男子利用網路行銷的企業社做掩護 實際上用大量的貓池搭配狂犯的門號 跟中國大陸詐騙集團合作 還幫忙接收驗證碼 詐騙集團利用他提供的人頭電話號碼 在網拍上建立假買賣拿到虛擬帳號 再用虛擬帳號讓詐騙的被害人匯款 犯罪所得超過1300萬 全台國處設立茅池機房 接收電商的一個簡訊驗證 一審判決羅姓男子因為違反個資法 洗錢防治法等38項罪名 每罪3到6個月共判136個月有期徒刑 換算下來11年4個月 另外還有12罪病科罰金60萬 罰送一次的簡訊或者是開一個假的帳號 都是一次的犯罪行為 都是屬於罪病罰一次就要罰4到6個月 所以加總起來就會有136個月 一直達到11年4個月 何以廷痛斥羅姓男子助長 詐欺犯罪行徑囂張 還視法律為無誤 下手重判要警醒所有詐騙集團 記者劉司宗宏林台北報導